狗狗拉西能自愈吗 其实腐蟹到底能不能自愈 要根据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因所引起的 然后以及它疾病发生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 你们家小狗才拉西一到两次 竞争状态非常好 吃喝也没有异样 那你可以选择在家里面呢 先做一下最基本的一个处理是什么呢 停时停水 停时24个小时 停水8个小时 停时停水8个小时以后呢 检查一下好像它没有在腐蟹了 或者是精神仍然很好 你可以把那个水去给它提供上了 然后这个时候的食物继续不要给 超过24小时以后 还是没有腐蟹的情况状态都很好 然后慢慢的给予上食剁餐 缓慢的恢复它的一个饮食 如果后面都正常了 那就没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上述做的 这个什么停时24小时停水8小时 根本没有用 它在停时停水的过程中 还有腐蟹或什么 或者是这个症状呢 还有开始变得严重了 他不愿意 他的吃喝受到影响了 他的精神状态变得不好了 难做的时候就赶紧去医院 因为那造酸腐蟹的原因太多了 小到受量感冒 大到比如像什么吞噬衣物啊 或者是什么有寄生虫性的问题啊 或者有病毒病的问题啊 都有可能 谁知道这个 essayer就是